继续把镜头转到的是中国大陆来看的是他们的珠海航展在今天登场 上个月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才强调不会放弃对台动物 而这一次的珠海航展可以说是大秀他们的航空肌肉 第一天就秀出了包括像是歼20歼16 以及像轰6K以及运游20 这些都曾经出现在台海周遭的军机恐吓意味相当的浓厚 但不止这些还包括了轰6K 彩虹4以及翼龙11 这些也都受此出现 欢迎大家来到第十四舰中国航展的现场 现在正在进行飞行表演的是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动作是双三角的大步的盘旋 非常地道理 中共二十大后国际瞩目大陆珠海航展登场 第一天解放军就拿出当江五代战机歼20 大秀肌肉 四架歼20编队飞行还表演一系列空中特技 大陆四代半战机也不遑多让 歼16紧接着升空实弹表演 空中炫技后美光灯没有停 因为史上第一次歼20就在观众眼前10公尺 从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两架歼20飞机 刚刚划行到我们的预定位置 飞行章演结束后 两架歼20飞机首次中降在我们中国航展的现场 近距离的向观众展示 这些动作都是实战格斗动作的演化 比如小速度平飞和小半战盘旋性能 在单环战中可以起到抢战有力位置的作用 从空中动作到电子作战 解放军不断强调实战能力 10月习近平重申不放弃对台动用武力后 很难不联想到军事犯台 如果在同等物理条件下 飞行员就能通过装备性能优势达成主动 取得胜利 事实上歼20歼16还有这次静态展示的轰6K 都曾经现身台海东海和南海周边 其中飞越过巴士海峡有战神绰号的轰6K 被拍到挂载不明飞弹 陆媒马上猜测是不是解放军研发的极音速飞弹 空军将在本届国际航展上 集中展示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成就 天上地上都有双20 让强军们飞入寻常百姓家 所谓双20除了歼20还有运游20 同样曾经现中台海运游20123 总共三根加油软管全展示 可以在空中同时和三架军机对接 左右两侧负责加小型机 中间则是帮大型机加油 另外在恶物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军用无人机 也是这次珠海航展重点之一 在此次航展飞行表演中 我们要操纵攻击二型无人机 展示通场飞行 八字盘旋 二十度盘旋等动作 展现该型无人机 稳定气动布局和优秀机动能力 大陆迷用无人机已经让台湾不声其扰 解放军这次不但要首度升空 展示攻击二无人机 还展出一系列侦察无人机 甚至连无人战车也参展 可见这类军备都是大陆未来研发重点 我作为一名称箭的空军飞行员 若有战招必回 若有战招必回 习近平破例三连任 中共党章纳入反台独后的珠海航展 秀了哪些武器法宝 似乎都在暗示台海一旦爆发战争 究竟会是什么样 TBS新闻综合报导 台湾对美国提出采购F35战机的要求 目前是已毒不回 然而您知道吗 号称第五代战机的F35 自从服役以来 其实就出现了许多性能的瑕疵 像韩国采购了40架的F35战机 在18个月之内 他们竟然就发现了多达234项的缺失 而且其中172项造成了飞机没有办法飞行 62项造成没有办法执行特定的任务 那么在过去六个月当中 韩国的空军F35战机 仍然发生了55次没有办法飞行 跟17次无法妥善执行任务 就连美国国会 还有像是他们的众议员都发动 多说这个发动机的性能提出质疑 甚至他们直接说发动机跑进灰尘就故障 全球最先进战机F35用于密接支援 目标轰炸防空截击等任务 然而号称第五代战机的F35服役以来 出现许多性能瑕疵 韩国采购的40架F35战机 这一两年出现许多故障 影响韩国空军执行任务 初代机出现的时候都会面对同样状况 因为它要在不同的国家服役 那在韩国它出现了这个 所谓的200多箱的缺失 是韩国空军在韩国的这个地形操作 还有在气候条件下所出现的 它后续这些数据都回馈给原厂 然后就有它的材质主结构 还有就是航电系统的部分 做一些调教 韩国国会议员透露 2021年1月到2022年6月 18个月内就发现F35 有多达234项缺失 其中172项造成飞机无法飞行 62项造成无法执行特定任务 过去六个月F35战机 有55次无法飞行 17次无法妥善执行任务记录 专家认为故障因素跟韩国地理气候有关 翻开F35事故记录 2018年到2022年 全球共发生至少七起坠毁意外 F35堪称史上最大武器研发计划 这个全球最烧钱的战机 耗资一兆六千亿美元 大到不能失败 尽管性能有瑕疵 但F35还是成为各国争抢的武器 尤其无二战争以来 捷克政府决定购买24架F35隐形战机 坚守中立的瑞士九月也宣布购买36架F35A战机 让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成为军火市场的最大赢家 台湾也有意向美方采购100架F35B战机 但美方至今拒售 尽管目前无销无息但也传出 我国空军已经派飞行员赴美 接受F35战机训练 或许也说明万一台还有事 我军可使用美方援台的F35 F35跟F36他们相似度有50% 一个是逆中战机 但是两个都是单八龙机 模拟机的建制我认为可以在战机拿到之前先做 对整个的接装 还有人员的换训 甚至我认为尤其是地形人员 后勤的维修人员的训练 我认为也要尽早开始 其实我们当然是很需要F35 不过就是从F35的生产 还有就是我们获得的时程来看的话 可能不会这么快 那所幸就是说中科院跟航发所 他们有研究我们IDF后继机型 称为ADF 那依照立法院的这个公开介绍来看的话 基本的构型已经确认 那未来就是在发动机的这个推力增加情况之下 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国内所生产的 这个接近逆中性能的ADF 美国不松口出售F35给台湾 自由其区域军事平衡考量 面对共军威胁 国军持续提升作战实力 势在必行 TVB新闻 朱光宏 真有想 王后与台北采访报道